石门社区成立于82年 有鉴于老人人口比例高 社区是一个多族群的聚落 居民间相处融洽 老人关怀更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社区在去年参加了品鉴 获得很好的成绩 他们演出早期堂场 繁华时代的茶室文化 展现社区团结的相信力及情感 连评审委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议员表示相当的肯定 在旧门村社区 平常时代一星期三、四天的时间 总是一些地方的时段 来到这里 共同来外党 共同来关心到社区 但是他对老人的这个照顾 也照顾得很好 现场除了有他们平常时代的作品以外 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很多人 有画画 也有染布 还有很多很多外党的生活援援 其实在这里都看得到 旧门社区的发展 跟严格 让社区更能够凝聚社区的力量 让大家可以重视到社区的发展 社区的发展 人家说有人去就会往了 有人去、主人 社区就会更发展、更加互害 希望尤其是当时旧门社区的外党中心 都好在我们大厨宾 所以平常时才这些人气就很浓 也希望大家的共同来关心这社区 我相信除了一厢一特色之外 每一乡乡、每一个社区都会发展得更好 希望国家路带动起来 我相信我们这些乡人一定会发展更好 社区积极办理老人的学习课程 有蓝染、手工肥皂制作、画画等 把老人家照顾得无为不至 之前也利用戏剧的方式来演出 活动精彩多元 希望让地方的民众有机会来了解 时门的繁华过往 然而演出的长辈们 平均年龄都超过80岁 今年以我们社区的世界来演出 我们这个局长最主要就是 要说我们社区文化的传承 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如何来 因为我们社区的历史是非常低 在每一段时间我们大家有这个快乐的生活 我们将这个师堂、他们的地匯、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打拼、他们的味道、我们都用我们的剧场去充分地去表现出来 尤其是我们的风果堂场 他们用他们的经验来演出到他们以前、他们年轻时 他们在这个土地打拼、这个辛苦的规定 我们如果来听我们这些朋友也有时间来到我们社区 我们社区有这个故事站 我们也可以来演出这个快乐的地区吗 来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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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条藤匠叫豆腐 豆腐就变现代的 比以前还没努力 现在因为就是 年轻人都在家里 要像老人家里而已 石门社区参与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 已经迈入了第五年 从田园奇老故事着手 进行文化调查 制作绘本与社区的产品 除了东泰的故事剧场 也集结了长辈们的生命智慧 策划了20本的生命护照 石门社区透过陪伴与课程的安排 丰富了长辈们的生活 我们的和理事长相当的用心 他也还编排课程 让我们的社区阿公阿嬷能够学习画作 而且让他们创作一个画本 画本里面是有故事的 他们也是把画本的故事是 也是叙述我们以前石门村的文史 然后把它画成画 然后制成了画本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作 那也还让他们学习染布 各种学习都有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的社区的阿公阿嬷 能够增添他们在生活上的颜色 让他们能够多彩多姿 也让我们的年轻人很放心的 就是让我们的阿公阿嬷能够留在社区里面 因为我们参加文化局的这个材贝已经有五年了 我们最早我们就是维田园的起劳故事 我们就去调查 调查就是我们文化的主缘 然后我们将我们文化的主缘 我们就去做绘本 然后我们来用公告书 我们要让人画在地上 再把我们的石门的故事 让这个故事印在这个袋子 让大家可以带着走 也可以来欣赏我们的绘本 那我们今年首重的就是说 我们要来用这个剧场 用局长 因为他们的事长 他们的年纪都很大 我们今年故事站 就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们把这些事长 他们所说的故事 跟他们所知 这些他们的生命的履历 他们生命中间的地匪 都流转给我们 我们就都把它做记录起来 所以我们就做出20本的生命护照 这生命护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很好的地匪在这里 这我都是要很感谢 这些事长和文化学的栽培 社区关怀据点 目前在内服务了30多位的长辈 平均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 社区相当重视老人的健康 都会不定期的开办 许多适合银法族的学习课程 副委长潘一拳肯定 社区的用心 让老人家们获得妥善的照顾 并充满朝气 这一个活动啊 是我们的例行的一个活动 我们如果早上来就是把伯爪 伯爪下去做这个健康操 要你伯爪的身体要健康 就是要主要让他们有足量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运动 我们会做氧气动作 让伯爪他们的这个元气较无 让他们做软身的一些的运动操 因为我们这些运动操我们都是经过了 有老师来帮我们这一个评估过设计过 所以氏团他们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们的筋骨会更软 活动会更好 还更帮忙 我们这些活动出来了 我们就让氏团 大家来愿意唱歌 因为我们的心肺的一个活动 氏团唱歌很有兴趣 所以自己温馨的自己都会非常的喜欢 不是说大家说 我们大家在一起的合唱 他们自己就唱歌 然后愚信啊 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都一起来唱 整个社区气氛就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好 光怀聚典于96年成立 规划许多老年服务 有歌唱画画活动筋骨 令年长者感到温暖与关怀 也有社区的长辈义务的帮忙 煮午餐给长辈们使用 开心的当个营法志工 能够为长辈们服务感到很荣幸 十大和十大中间 我们大家年线都很快乐 可以说都像一个大家庭 没有一个隔阂 大家都是听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关怀聚典的活动 是非常快乐 希望也很踊跃的来参加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在一个活动我们的常态里面 这样应该我们一星期有三天 拜二 拜三 拜五 这就是我们比较常态性的 事件来社区的活动 我们每次我们都有共餐 这次也很高兴 快乐的厨房更好 我们的事件更高兴 还要做资贡 资贡 这是老子的食物呢 没有 自己 煮给老子吃 欢喜煮给老子吃 好 老子如果开心我就开心 不疑我们煮好吃还是不好吃 由于社区对老人福利相当的重视与用心 一位退休的领老先生深受感动 只要一有空就会来关怀社区聚典 陪伴这群长辈 贡献所学 在互动中也出现了退休者的参与 和健康在地老化 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十门社区理事长 他们全家的总动员 然后让我感觉到他们在对待大哥大姐 相信大哥大姐他们的那个诚信诚意 那我一直想说我要跟他们学习 那我感受到的是在学习过程中 我获得的健康获得的快乐 那因为让我在大哥大姐前面 我可以当小孩子一样的跟他们开心 第一个 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康 然后呢 比以前更快乐 然后每次大哥大姐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来一个GIME FIVE GIME FIVE 大家鼓励他们 大家能够尽量走出家里 然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2 3 4 5 6 7 8 9 来此的长辈们 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 有八成都是独居 社区用心的办理 许多适合营法族的学习课程 并且也自掏药包 每周多增加两天的聚点活动 及共餐服务 强调健康 安全与社会参与 让长者在生活圈自然的老化 石门社区的河里市长 他长期以来就从他的妈妈开始 就很照顾我们社区的老人 那其实平常他们也在社区 为老人办很多学习的课程 也有办老人日拖的餐点的部分 把老人们都照顾得无为不至 真的是一个乐火的石门社区 有句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阿公阿嬷他们的创作 那也希望说借由阿公阿嬷他们的创作 能够传承 也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一代的 也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这么好的文化活动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人口结构高龄化 老人照顾需求相对的提高 副委员盘一拳感谢社区及志工人员的 热心奉献 得以让老人退出生活 获得更好的资源照护 名义新舞红一轮许家珍专题采访报导 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